若点P,P点的坐标是A加B,到点A是在第二向线 是判断下列各点所在的向线位置 好,题目告诉我们的条件,点P是在第二向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P点的坐标 它的X坐标的部分呢,会是正的还是负的 我们把它画图,第二向线在这边 所以我们取一个点对下来 X的坐标呢,是应该是负的 所以X的部分,就是A加B的部分呢,是小于0的 而Y坐标对过来呢,是应该是正的部分 所以我们的Y坐标A,就是大于0 好,那当我们的A大于0,而A加B却小于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B它一定会是小于0的 而且呢,A大于0 那在这边,因为A加B要小于0,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B呢,它的绝对值一定会比A的绝对值来得大 好,第一小题 AB,斗点B X坐标为A乘B A是正的,B是负的 正负两个E号,所以呢,我们的X坐标会是负的 而第二个Y坐标是B B的话呢,也是负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点坐标是在负负 就是我们的第三项线 接着第二个点 负A,斗点A分之B 好,负A,A原本呢,是正的 负,再带上一个正呢 两个E号,所以还是负 而这边A分之B A是正的,B是负的 所以呢,Y坐标也是负的 所以我们同样的也是会在第三项线 第三小题,A0 好,A0呢,A原本呢,是正的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得到正的 但是呢,我们的Y坐标是0 所以呢,当我们的X坐标在这边 而Y坐标是0的时候呢 它不属于任何的下限 它是属于X轴 再来第四小题 A平方B,斗点AB平方 任何数经过平方之后都会是正的 所以这边不管是A平方 以及B平方都会是正的 好,接着我们来看B呢,是负的 A呢,是正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X坐标的部分正负得负 而Y坐标的部分呢 正正得正 所以呢,是在负的 在正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在第二项线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B平方B 好,接着我们来看看B平方B